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鱼酱料 阿萨鱼酱叶 树鱼肉 还有我们的奶粉 好 事不宜之 我们转个镜头 开始煮 来 首先起锅烧油 油大概七分热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树鱼放下去炸 鱼放下去 好 准备捞起备用 来 首先准备一个小锅 然后开火 开了火之后呢 加入一点点的油 放入这个 阿萨玛萨的叶 放两茶匙 这个阿萨玛萨酱料 下去 要爆香一下 然后再加入一点 这个番茄酱 一汤匙 让它更加有味道 然后放入气氛满的 矿泉水 开火 之后呢 再加入一点点 这个一汤匙 这个 苏鱼肉碎 加入一小茶匙的糖 一小茶匙的盐 然后滚了之后呢 就可以完成了 这个汤 所以滚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 滚粉倒下去烫一下 烫一个大概十秒钟 烫好了之后拿上来 加的水 滚干 然后放入网中 然后把煮好的汤 倒入下去 黄泥 黄瓜丝 薄荷叶 苏鱼肉 还有一点点的小红辣椒 好 那么就完成了 现在妈妈妈嘛 family 我们下午